从乡村到都市,从简宇到繁华,路向无数纵横错纵的血管,联系各个不同的体系,促成了社会风物习俗的新陈代谢。 一滴血,一滴汗,血汗渗透了泥沙,侵蚀了岩石,在人的力量下,公路平坦地展开了,而在荒林里,田野间,更有无数的小路蜿蜒着。 那些无名英雄们,默默地流着血汗,辟足了千万条道路,而千万条道路把人引向无穷的前程,不该向逐渡的人寄予由衷的感谢吗? 路是无声的语言,无形的文字,它沟通了思想、文化,联系其感情友谊,借着它,人们可以扩大生活的范围,借着它,人们紧紧握起手来。 旧的路毁坏了,新的又从后一带手里建筑起来。 早时填河,更宽敞的路,无影无牙地拓展,延伸到遥远的土地,串起罪恶和战争,也串起爱和友情。 朋友,在你人生的过程中,已跋涉过几多道路。 你爱平稳安定吗?那么请寻前人的道路行进。 你爱冒险进去吗?那么请用自己的血汗来开辟一条新的道路。 平稳的道路通向平稳的忠诚,崎岖的道路往往通向璀璨的前程。 可是,不管你选择什么路,必须要不停地一步一步走去。 朋友,只管走过去吧,不必逗留彩石路畔的花朵来保存。 一路上,花朵自会继续地开放力。 请你回到所周围的大礼物。 请您进行办理解决筹收集仇集团后,请您的地课雕像攻击, 请您进行拜托等一个蓝球。 感谢观看